小型颗粒机简介 小型颗粒机是一种紧凑、高效且用途广泛的机器 用于从各种材料中制造颗粒 这些机器可用于广泛的应用 例如动物饲料、生物质燃料和肥料生产 小型颗粒机有不同的尺寸 从台式型号到每小时可生产数吨颗粒的大型机器不得 它们通常由电力或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 有些型号可以手动操作 小型颗粒机的操作简单明了 原材料通过料斗被送入机器 然后被压缩并被迫通过模具 模具上有小孔 可以将原材料塑造成特定尺寸和形状的颗粒 然后将颗粒冷却并收集在容器中 小型颗粒机的优势之一是它们能够处理多种材料 它们可用于将木屑 锯末 稻草 玉米杆和其他农林废料制成颗粒 小型颗粒机 也可用于从谷物 大豆和其他饲料成分中制造动物饲料颗粒 小型颗粒机的另一个优势是它们的效应 它们可以生产低能耗的高质量颗粒 使其成为颗粒生产的环保选择 小型颗粒机也易于操作和维护 并且只需要很少的培训即可使用 它们是小规模颗粒生产的理想选择 适合农民 小企业主和想要自己制作颗粒的个人 总之 小型颗粒机是多功能 高效且易于使用的机器 适用于广泛的应用 它们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颗粒生产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个人和企业在生产高质量颗粒的同时 节省资金